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足 那么自己的物欲念头太多 所以呢 人呢就会不断的有邪念产生 因为我们有邪念了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不纯洁的心态出现 比方说这个东西明明不是我的 但是呢 我要把它拥有 比方说这个事情因为本来是属于我的 被人家拿去了 你就开始烦恼了 你就开始报复了 那么你就是在你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开始轮回了 所以我们要解决它 想一想自己来的这个世界上带来了什么 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 我们说我们没有带来什么 所以我们无得无失啊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 所以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 因为你拼命的想得到太多的东西 所以你会失去太多的东西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拥有一幢房子 而这个地区呢 被龙卷锋呢 这个全部吹光了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的人呢住在这个地区 他没有房子 他是租的 他不是自己的房子 但是呢 龙卷锋把他的房子吹了 他就没有损失 因为他没有房子 所以他不成为损失 我们今天人间所有的一切 不要认为这是你的 那么你一定不会有失去 因为大家知道 失去是非常痛苦的 你不去追求某一个人 你就不会失去他 因为在你的心中 你觉得拥有了 你接下来就会失去他 所以学佛的人 要懂得自己要空性 自己要心定的下来 脑子里不要狂想 心中不要狂念 因为我得不到 所以我让大家也得不到 所以我让大家也得不到 因为我的心 想不通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难过 这些就是自身最大的业障 因为人的业障 是很难消除的 做再多的善事 不一定能消除业障 只有做功德 因为功德 它能消除你身上的业障 因为功德 它能够帮助你 去除心中的烦恼 大家想一想 我们做人 有时候 不懂得怎么样 清除自己身上的垃圾 我们的不好的行为 不好的思维 和不好的意念 我们就一直 常存在自己心中 我们对人家不恭敬 造成了人家 对你的不恭敬 看不起你 你不是首先给自己 制造了很多的业障 很多人不知道烦恼是怎么来的 烦恼就是因为你心中想不通 因为你心中想不明白 所以你会越烦越恼怒 所以当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你一定是有魔障 一定是有心魔 当你想通了 你就把你的魔障 消除了 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的一生犹如在噩梦当中 哪一天醒不过来 或者哪一天 我们醒过来了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 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已经几岁了 想一想我们过去做错的事情 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跟做梦一样 我们不得不在梦中 让你修真啊 所以幻中修真 就是要知道这个人间是假幻 是一个幻觉 想一想我们小时候 在学生时代的那些恩恩怨怨 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 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吗 想一想我们过去很爱的那些人 现在到哪里了 那难道不是像做梦一样的吗 但是我们要得到真的 因为我们做人 学佛 我们懂得的 做梦 是幻觉 但是梦醒 那是真的 只有当人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 他才会知道 哦 原来 人生是假 所以有一句话叫 人生如梦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要真修实修 要把这个真实的心灵 修出佛的境界出来 把那些虚幻的 我们要去除 所以什么是虚幻的 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那是虚幻的 因为当我们百年之后 这一切都没有了 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 它是虚幻的 今天我们平平常常的过一天 我们是实实实在在的做人 我们不会伤心 不会难过 不会悲哀 如果我们今天仗着自己 去拥有的所有的一切 让别人受伤害 而自己觉得成功了 那你的心永远不会安静 也就是永远不会安定 你的心灵永远有犯罪感 你的心永远不会安宁 所以我们要懂得 识别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不要被幻想所获 就是不要被那些幻想幻觉所迷惑 看见这个人 我特别喜欢 实际上这是一种表面的幻觉 因为你所喜欢的人 它都有两面性 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 都有两面性的 所以不要被人间的幻觉所迷惑 当你真正知道了 这个人 你所不喜欢他的时候 那你才看到的 那是虚幻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做事 要用佛心来做 做理 也要用佛心来做 我们要克制小我 成全大我 要懂得帮助别人 那是受别人尊敬的 你可以从别人的眼神当中 看出你是佛 因为你从别人的眼睛看出的 那是大我 而从你自己镜子里看出的你 那是一个小我 所以悟出的人间道理 悟出人间的感受和感悟 那就是让你尽快的帮助别人 菩萨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就是菩萨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 去保护别人 我们也是菩萨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这个白话佛法到此来结束